纽约州长库默周二宣布了周内更多重新开放措施 包括放宽对医院访客的限制 并允许10人以下的阵亡将士纪念日聚会 同时首都奥本尼地区将于20日起进入第一阶段复工 截至周二下午纽约州确诊352845例 新增1474例 纽约市确诊193821例 新增591例 纽约州新冠总死亡人数22843人 库默宣布纽约首都地区成为周内第7个重启区域 20日起将进入第一阶段复工 同时长岛的纳苏郡获准恢复择期手术 另外将于为期两周的试点计划中 周内16家医院允许增加家属探访 其中包括在纽约市地区的9个设施 例如西奈山医院 雅各比医疗中心和康尼岛医院 而参观将有时间限制 探访者也必须穿戴个人防护设备 并接受症状和体温检查 鉴于下周一为阵亡将士纪念日 纽约州将允许10人以下小规模纪念仪式 各地区政府可自行决定是否减少人数 同时准许汽车游行 库默再次重申了联邦资金援助的重要性 希望白宫能摒弃党派纷争 尽快让援助资金到位 对于可能已开发出疫苗 库默表示这是一个好消息 但同时强调白宫必须保证 疫苗需提供给所有人 而不仅限于富裕阶级 纽约市长白丝豪周二宣布 纽约市公立学校将通过远程学习展开暑期学校 白丝豪指出 有177,700名学生参加了夏季学习计划 其中包括6万7千名3至8年级的学生 8万3千名9到12年级学生 和27,700名特殊教育学生 所有夏季学习将为期六周 当中特殊教育学生将从7月1号开始 而3到12年级学生将从7月13号开始 白丝豪形容这将是一项前所未有的努力 是整个学校系统面临的最大挑战 市教育总监卡兰萨表示 教师将与家人进行交流 无论是要求学生参加夏季学习 以能在8月份能够升级 还是建议学生参加与确保他们已达到标准 另外,纽约市也将为儿童和青少年 举办多项夏季活动 白丝豪表示 纽约市正在与私人合作伙伴 图书馆以及博物馆合作 推出新的资源和活动 例如虚拟俱乐部 虚拟实地考察和旅行 教育电视和广播节目 以及学术准备等 对于秋天的学习课程 白丝豪表示 现在做出决定还为时尚早 但安全是首要因素 联邦上诉法院周二裁定 纽约州必须在6月23日举行民主党总统出选 尽管前副总统拜登是现在唯一积极寻求提名的候选人 州选举委员会此前曾投票决定取消总统出选 在前候选人桑德斯退出竞选之后 拜登是竞选中唯一的活跃候选人 因此州选举委员会认为 在大流行期间举行总统出选是不必要的 但另一名候选人安德鲁洋要求取消其决定 联邦地区法官托雷斯5月5日作出裁决 裁定取消投票的决定违宪 命令纽约民主党恢复总统大选 而所有4月26日前和资格的候选人必须在选票上 选举委员会在州民主党的支持下 对这个裁决提出上诉 但美国第二巡回上诉法院周二维持原判 三名巡回法官吉尔赛·雅各布和卡布雷尼斯 签署的裁决指出 已经审查了被告在上诉中提出的所有其他论点 并认为他们没有根据 因此确认区域法院恢复总统大选命令 州民主党主席吉尔·雅各布斯表示 对该裁决感到失望 但民主党总统初选将会举行 而纽约州允许选民可选择 以邮件投票的方式进行投票 根据纽约市卫生部公布的数据 布鲁克林东纽约是受新冠病毒打击最严重的地区之一 新的城市数据从地理上细分了与新冠相关的死亡数字和病例 当中邮政编码11239为全市最高死亡率 每10万人有612例 第二高为皇后区的洛克威的东端 邮政编码为11691 死亡率为每10万居民445人 其次包括皇后区的法拉圣11354 布朗克斯的佩勒姆花园10469 和布鲁克林的康尼岛11224 而5个死亡率最低的邮政编码都在曼哈顿的高收入地区 包括苏豪区炮台公园和曼哈顿下城的其他地区 死亡率也显示了非裔和西裔裔纽约约人 死于新冠病毒的速度约为白人纽约人的两倍 反映死亡与贫困之间的直接联系 然而高龄和潜在的健康状况 仍然是与死亡风险最紧密相关的因素 当中有超过73%的为65岁或以上 另外有近79%的人被确诊患有潜在健康问题 例如肺部疾病、心脏病、肥胖、糖尿症或者是癌症 与此同时 东埃姆赫斯特每10万名居民中 总比例人数是4125人居全市之首